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已經有產生契約了 我們希望說今天這一個標是不是能夠 因為我們對於這個工程有疑義 所以說我們甚至可以請香港這邊 甚至可以讓廠商他們不要來投標 或是說讓他留標 因為我們有疑慮嘛 對於工程有疑慮 所以就是說能夠暫緩 是不是可以讓整個設計可以有一些變更 然後讓樹可以保留 然後也可以讓交通安全 我們也都可以考量得到 都可以顧慮得到 就是有雙贏啦 樹跟交通安全都可以雙贏 這個狀況之下我們再來施工 關理這個是說 你要說今天的工程要留標 或者是要出檔下來 他會想出的是威華的工作 這是屬於威華 但是我們有疑慮啦 不是 有疑慮 我先跟李小姐報告 因為站在空不是像你們師 尤其是一些人民團體 你當然沒複數我也贊成啊 我也贊成 就像你剛才所講的 我希望創造雙年 問題我們要考慮這個 這件事情的不利害關係啊 我們要考量 不要只站在自己的立場 你通一下 我們採購法裡面第十八條 第六款其實也可以辦一個 突發事件的一個考量 這是權責在你們兩手上 突發事件考量你可以暫緩 或是延標 延十四天或是延二十八天 所以都是可以做的動作 這才過往都有距離的 事實上講 其實前瞻啊 今年度 107年度的前瞻 到現在已經 今天是十一月二十六 你在演 其實我們在執行這樣 有可能這整體敬畏 零件署他會定非常嚴格 在什麼時候要進度 要達到什麼 我剛所講的 我認為是不需要 不需要 因為我們可以操作 發發之後 再做背景設計 那事實上執行上 是沒有困難 而且我們在進度上 也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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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執行的問題 芒果老師體力不好 我們可以這麼說嗎 那也不一定啊 也不一定 縣文那邊也可以做兩倍 如果 他們也可以說 保留原來的方向 不去動 那我說一致性是 大家要做 快慢車分隔打 還是只做 還是只做中央的安全 對啊 那芒果這一段 一樣要中央分隔打 那中央分隔打 那中央分隔打 我沒有說一定要中央 那整條路線的一致性 還是要要求 我沒有說要中央 縣文那邊也可以改 不過說實在的 既然是站在所謂的保留老宿 是 我是認為 為了交通安全 我認為是用移植 移植到當中來 但是我剛說到剛剛 我想說 再怎麼樣去做增加它的存活力 注意 你們說 這裡 拜年 忙不舒服 我是真的很動議 我也會支持 還是要怎麼來維護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要顧慮到道路安全 有啊 這個我們也很在乎 對啊 對啊 嗯 今天其實主要有三個訴求 第一個訴求就是 因為 大學路三段那一段 今天結標 這段工程今天結標 然後明天要開標 那我們是希望說 小公所這邊可以暫緩開標 或者是說 用什麼樣的技術性的方式 讓它流標 那因為 我們知道中間二段 已經有一段 它已經發包了 齁 那如果今天明天再發 就是再開標的話 就會變成有兩個案子 就有契約的問題齁 所以今天這件事情 我們有三段這件事情 是比較緊急的 那我們今天的訴求 第一個是這個 希望能夠暫緩開標這樣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也提到這個齁 整個我們的 對於大學路的 入宿的保殼 跟道路安全 希望能夠雙贏這件事情齁 然後讓 想有所可以了解 我們戶數聯盟 我們所提的一個建議 像這個 我們有提到六點的建議 那這個細節呢 會在我們的 大學路的 互助聯盟 我們都有考出來 那第三個呢 我們是希望說 因為鄉長他自己本身是 植物保護公會的 理事長 他自己也對植物非常的 非常的喜愛 非常的 非常的 喜歡這個植物生態 所以我們也就是 邀請鄉長呢 他現在已經當選了 那希望未來四年 可以跟我們這個 互助團體 可以一起來努力 這樣 今天算是得到鄉長 蠻順便的回應 包括 第一點 他們希望在開標的過程中 會議紀錄上 告知廠商 說 我們會有 中央分割檔 或是 雙邊分割檔 改變 他們當場就確認 不至於說 以後造成另外一個紛擾 是第一個 第二個 當然 鄉長也很確定的表達說 他要跟我們 站在一起 一起努力這一段 尤其是芒果老師 他很捨不得 這是我們覺得得到兩項不錯的一個結論 謝謝